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披著白紗手拿花束 站在醫院病床前 在親友的見證下 向男友求婚 妳願意娶我的話 可以幫我把這束花收下嗎 男友在病榻前 流下男兒淚 原本以為一場車禍 會改變她的人生 原定在明年的結婚計劃 突然喊咖 從妳住車禍開始 就是妳很怕自己會被截止 然後想要跟我分開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付出了這麼多 我也想問妳做點什麼 不忍心交往四年的女友 跟著她受苦 儘管不捨 仍是痛心提出分手 沒想到女友不但不願意 還默默與身邊好友 共同籌備求婚 給男友驚喜 不離不棄就是要陪男友 走過人生最艱困的時期 她當時其實在講出 他們的交往過程的時候 她其實一度就是 惹惹我 就是一個人夜到沒辦法去處 這球人表達說 即使今天妳不能照顧我 那我也可以來照顧妳一輩子 我想謝謝妳就是在這四年當中 對我就是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位置都很… 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很新的 去幫我注意 去照顧我 不只在場親友被感動 求婚影片PO上網後 也引發熱烈迴響 女友對男主角的愛 幻化成最堅定的力量 三立新聞 林玉峰 林恩如 新北報導